藝術是一種心靈上 或是靈魂上的表達形式 可能有時我們用語言或文字 表達不到的東西 可以透過藝術形式去表達 藝術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或是有很多不同的媒體 有些不同的媒體 可能有些會更加抽象 或有更多空間讓人思考 所以我沒有限制 我都會嘗試不同的形式 不過我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聲音 音樂彩排行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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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波葉葉婆 主要做兩方面的工作 就是聲音哲略以及配樂 可能是舞蹈劇場的配樂或影片的配樂 以及一些多媒體藝術 聲音治療其實是可以叫做一種自然療法 透過一些柔和或穩定的聲音震動頻率 去達到一種幫助我們舒緩、放鬆和減壓 或達到一種調遍共振的作用 幫助我們的身體或情緒,去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我有接觸過聲音治療 因為有一個朋友專注在音叉方面 他是個歌手,Jocelyn,可能大家有聽過 另外,有些做瑜伽的朋友 他們會用重撥幫我做治療 所以對於這件事不太陌生 今天找Paul我覺得挺特別 因為我沒試過接受他的聲音治療 而且我知道他的背景很豐富 他不只是聲音那麼簡單 他對哲學、宇宙、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 他都有齊 我覺得他的角度可能會更宏觀 我覺得他會給我一個新的角度 因為在這方面,我還是一個比較 最初接觸的人 我會希望聽聽他說甚麼 而且我又想知道他玩很多不同樂器 那種治療方式會如何 最近男哥真的心狠淚 簡直有點心壞的感覺 所以今天找一個做聲音治療的大師 希望他可以治療我 你看他多隱世 連門中也這麼隱藏性 你好,Paul 你好 你好 打擾了 最近男哥心煩意亂 他很累 所以想起你了 因為你做聲音治療 跟音樂治療是不同的,對吧 有一點不同的 其實聲音治療未必一定是音樂 可能是一些原聲的樂器 或是一些大自然的聲音都可以 可能音樂治療是以聽 一些可能做好的音樂為主 聲音治療可能關乎頻率 以及一個叫跳頻共振的作用 或者用聲音做一些引導性 幫助我們平衡、放鬆或減慢 音樂治療就是製成品 而聲音治療可能甚至會有演員 以及觀眾之間有互動 或者可能有能量上的作用 其實那個治療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可以透過聲音 可能我們感官上的東西 治療到心靈上的東西 因為這些聲音本身是比較舒服的 有些是比較長的消散過程 因為它是很慢的消散 從有聲到沒有聲的過程 我們可以跟著這條聲音的繩 去一個安靜或平復當中 你跟過日本的大師學習 又創造了自己的一個派別 就是圓導流 可否分享圓導流是甚麼 聽起來好像很圓 其實我們本身有一個英文名字 是 叫做Sat Chit Ananda 其實是梵文 Sat代表真實 Chit代表意識 Ananda代表喜悅 即是喜悅 但其實他們這三個字 都是代表圓滿的 所以即是圓滿的真實 圓滿的意識 以及圓滿的喜悅 圓本身就是圓滿 亦都代表靈 靈其實可以是沒有東西 亦都可以代表它充滿所有可能性 道其實是一種道路或方向 可以引導我們去這種圓滿 圓滿可以代表流派或是一種自然的流洞 聽說是有佛教在裡面 或是偏向佛教的哲理在裡面 圓滿是否有宗教的意味 我也會研究很多不同的宗教 當然也會研究很多佛學的智慧 我也會融合其他不同的思想 或是哲學或是一些心理學 或是其他不同的自然療法 去篩選後 將一些好的東西再整合 做一個更加完整的療癒方法 但其實剛才我把你的書櫃 有兩本書都想拿過來看看 第一本是《聖遺體科學》 中文是甚麼 是神聖幾何… 這個神聖幾何是甚麼 他跟很多生命或萬物都有關係 但怎樣用一個淺白 大家都聽得懂的方法去解釋 其實就是吻含了宇宙萬物裡的規律 是,甚麼呢 是關於數字和幾何 例如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其中一個規律是關於九的格式 例如360度 3加6這兩個數字加0 又是9 例如540度,5加4又是9 三角形180度 1加8又是9 很多大自然的規律中 都吻陷了369的數字 好像是一個設定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是一個巧合的事 原來當中有規律 即使是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文化 好像剛好人是12星座、12星床 一年12個月… 我想說一約12個小時 不是,24個小時 一、二、四、二、四 對,全都是6的回數 這個人不懂得計算 這個節目就是暴露了這件事 你自己在學習這件事的時候 對你有甚麼啟發 知道了這件事,然後是怎樣 其實是關於聲音的 因為是關於頻率的 可能裡面的頻率的規律 或是那些harmonics 或是和音 例如敲多少下 有時我也會敲三、六、九、六 你剛才這樣說 你說harmonics,即是和音 你這樣說才發現是… 是12度 摸三、摸六時 那時候又是三、摸六時 又是12度 真的沒有這樣想過 還有一個摸貼 其實它也分為12度 對,突然仿然大悟 自己彈琴,玩了電影這麼多年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說起這本,我很有興趣 叫頻率 頻率中文就是頻率 因為我經常聽別人說 人的情緒 例如你剛才說的字,Bliss 是一個比較高頻的狀態 通常會這樣形容 可能開心點或多點愛心 或是創意點的時候 就是高頻點的狀態 或是靈性點的狀態 可能悲傷、憤怒 或者是… 妒忌 妒忌這些可能是低頻點的 有這些研究 是 是,聲音方的應用是否就是 幫人的頻率提高 是否這麼容易 也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平衡為主 例如也會對應物論 也會對應人的狀態的頻率 有些人本身已經很冷靜 太高興了 太活躍 太活躍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無法承受 好的 其實是否要鍛鍊自己的身體 逐步逐步適應這麼高頻率 還是…也不好了 正常人來說也不要這麼發呆 反而是…可能是慢慢習慣 有些人可能從一個悲傷 突然跳到很害怕 是 他可能在太跳的過程中 他無法處理 這樣可能會產生另外一些問題 例如會發生甚麼事 例如… 我很關心自己現在自身 很危險 例如… 變成另一種極端的執著 太執著開心 也可能的 其實反而平常心 或中勇之道會比較舒服 我今天來找你 真的很想嘗試聲音治療 以前也試過 但我想體驗現在我這個狀態 去感受會如何 好,不如我們嘗試不同的東西 但我未見過這麼多人一起 第一眼看到有大和小的 其實是否可以 聲音上也有不同 或是效果不同 通常小時候會較高音 較高音的頻率 通常越大,就會較低音頻率 亦會震動相對較強或大聲 小時候當然不太適合 放在身上的治療 因為體感沒有那麼強 或者震動的激動 沒有那麼強 對,生命 剛才在你敲的時候 我表現了那個… 它走的方向是走圓圈 我不知道是否聲音是這樣 其實它震動的時候 譬如我們磨拔的時候 尤其是你會感受到震動 一直追著你的棒 它叫聲音步 有時反而太用力的時候 變成叫聲音步 是 好像慘叫 所以應該順著它 而跟它一起產生共振 而不是迫它要很強地震動 是,有時反而大力了 你會阻礙它原有的震動 是 第二項應該是唇彈,對吧 是… 我覺得感覺跟聲音步不同 因為它的聲音對於我來說 是…怎麼說 我覺得有點像按摩 就是爐內按摩的感覺 治療效果上是否很不同 唇彈的旋律性會較多 可能我會用一個相對地穩定的節奏 也有一點幫助你舒緩和釋放 有這個引導性 那種叫做引導性 再多一點,算了,上面的引導性 是,我覺得Tundrum 對比聲音步的感覺是更高興 那個是舒緩的 這個有一點提升人的感覺 然後第三項應該是膏,對吧 是… 那項我真的沉不下去了 因為我沉得覺得自己 接近意識模糊的感覺 即睡著也差不多 是,通常因為它比較… 它的依照就會更加強 可能整個空間的氣場 它也會蓋得到 而它的聲音也很深刻 很多人覺得可能是去了一個宇宙空間 或者是比較容易打散你的雜念 是 很容易把你放進一個更加無我的意識 或是潛意識狀態之中 之後是陰… 不是,是陰叉… 陰叉 陰叉跟聲音步的分別是怎樣的 如果聲音步放在身上的東西 可能是大概一個範圍 你會感受到震動 而音叉有點像針灸 集中在一點 透過震動去刺激越位 或者打通氣味 剛才在頭頂做的時候 就覺得震動很集中一點 然後擴散 對,好像一直通下去 然後… 應該最後是… 我剛才說好像風鈴一樣的聲音 對,那就是風鈴… 我就是風鈴,那有甚麼功效 風鈴主要是舒服 通常我都是最後用的 是 有點像叫你回來 或是一種很舒服的 像小寶寶在床上 有很舒服的風鈴聲 一直像一種甜點 或是音樂的感受 其實我也挺羨慕你有這個室室 有自己的空間 可以放那麼多樂器 可以實驗不同的旅程 或者可以這麼說 除了這個地方 你會否有其他… 你覺得可以給予你的靈感 其實我也沒有走哪裡 有時候走路或乘車 都是不同地方 可以有不同的發炎 Paul,我記得你有提到 做音樂治療 有時候可以準備到 一個人的狀態去做創作 但對於你來說 天台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可以給你一些靈感去創作 為甚麼 其實天台給我一個感覺是 馬上去了一個很開揚的地方 可能看上去的東西變小了 會去到另一個角度 去看所有東西的感覺 其實可能不同空間或天台 其實那種風格也不同 因為以前也試過 去收集不同的風格的聲音 可能是一些喉喊 或者是天台 或者是一些冷氣機的聲音 或者是平時覺得噪音的聲音 其實也是一種可以享受的聲音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煩惱 但其實也可以叫做一種練習 如何適應不同的空間 或者欣賞一些平時我們接受不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些聲音 可以說是創作材料之一 雖然我們聽到小不免會有點心煩 但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不可以延避它存在的東西 你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和環境 其實適合你做創作嗎 其實也可以適合 其實這種有很多樣性 可能你今天是一個工廠大廈 可能又可以上去天台 我已經在室內的環境很不同 可能很快又可以去到戶外的環境 可能是沙灘、行山、例如西貢 例如外國要駕駛幾個小時才能去到 香港可能一小時你已經去到 你遇到的東西可能很密集 那些密集其實都是一種刺激 所以你覺得藝術家的角度 是否喜歡不停有改變的 這種節奏,像你所說的無常 其實是否會迎接這件事 比別多改變更多 可能每個藝術家都會不同 可能我都喜歡有相比 可以在很安靜的地方 可以在郊外 亦可以是吵的地方 或者是玩的音樂 可能包容性較大 我都會喜歡一些聲音 或者是實驗,或者是電子 但亦可以是一些環境 或者是音樂的樂器 如果對於一些剛開始創作的人 他們可能在香港的環境 覺得很局促或有很多壓力 你會推薦用甚麼心態 在這種環境自處 可能一般都是去到大自然 親近大自然 可能會給予他們一種舒服 親切感或是一種融入 打開那種感覺 但可能慢慢也需要 開始帶回那些感覺 去到他們的生活 平時的工作環境或是家裡 因為有時慢慢會變成一種依賴 或者逃避 而是怎樣把那些東西 帶回日常內其實也很重要 如果你要送一份禮物 給這個城市,會是甚麼 我可能會在一個天台上 買一個印度風琴 好的 其實可能再久一點 可能在10年前 就比較少聲音治療方面 或是靈性音樂方面 現在其實也多了很多 也證明是 其實越來越多人接受 這些可能叫做靈性音樂 或者在聲音治療上 可能中缽或銅鑼 都越來越多人 去享受這些聲音 可能經歷過很多事情 無論是社會上也好 或者是經濟上也好 所以其實也是一種人的需要 可能幫助到大家去平復心情 或者釋放、減壓 或者是回到相對平衡的狀態 我覺得整集最深刻的 一定是在天台表演 因為最初我完全不知道要期待 不知道會做甚麼 我一坐下來 沒想過自己那麼快就進入狀態 當時Paul玩那個Shootie Box的時候 可能每天玩開音樂 我就在聽他在彈甚麼音 直到他升起了一個四 我猜是一個四音的時候 眼淚就在那裡流 後來問了Paul一句 我說這個反應是否正常 Paul就說 其實你不需要去判斷結果 他不斷就這樣 不需要比較是否正常 無論你在面對無常 一些不停轉變的事情 可能我們現在香港的生活 你都一定感受到 任何年齡層的人都會感受到 城市不停地在改變 可能不是一些你接受或喜歡的改變 但你控制不到現實的時候 你如何向內調整自己的心態 你用甚麼態度去適應轉變或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 跟原道流的哲學有關 是否也會感受到你 一、二、一、二、三、二、三、二、三… 謝謝